当然我想人尽皆知韩国瑜就是一个典型的外省眷村子弟 喜欢他的很喜欢他 不喜欢他认为他是个痞子 李嘉芬我认为即使再扣分对韩国瑜来讲 绝对是有帮助的原因 他是一个本土型的一个女性 而且是云林这个地方几乎是人尽皆知 在新北市也好 他的移民人口都是最多的 所以可以把他那个外省的浓厚的那个眷村子弟的色彩冲淡 台湾大家都非常清楚 还是以米南人比较多数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某种程度扒分的 刚才红路讲到一点 其实我相信民进党应该可能要注意这一点 目前的民调虽十几% 现在全世界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是在韩国瑜效法的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是一个 今天讲话比韩国瑜更无厘头的 讲话之粗俗 那大概全世界国家元首 各位只要看2016年的CNN辩论 我就不重复了 他跟希拉蕊之间的对话 他对党内同志的对话 包括10月份来我们参加Tag Cruise 参加国庆日的德州参议员的对话 全部是用几乎比三字经还有张的字眼来骂对方的 CNN的辩论上 他非常清楚在打击对手的过程当中 我不要讨好所有选民 我只要拿30% 美国的总统基本上投票率六成 我只要30%我就当选 如果以目前来讲 上一届的投票率是六成六 也就是说你只要拿33%西东的你几乎就当选 所以你可以看这些 不管民调也好非常清楚他落后 第二个这些青年选票 你真的认为青年会这么笨 每个人都可以拿个几十万出国去留学 他也不相信他 我几乎可以断定 韩国瑜不要青年的选票 韩国瑜今天有一个最大最大 因为他非常清楚 今天红布在这里 还有国民党代表在这里 我会断定他最后一定送川普的打法 年轻的选票 我可能是3比7 我可能25对75 该走的全走了 而这个棋 基本上来讲 蔡英文打不下去的 柯P没办法打 只有韩国瑜能打 因为我没有年轻票 就是上个礼拜六轰动全台的 20万的同志游行 他一定打同性婚姻 我票已经开不出来了 中间选民 他只要强调他支持一夫一妻 他只要强调蔡英文支持同性婚姻 他这样打下去的话 川普在2016年 不就靠这样的选票 从零掉十几% 最后只输2.3% 只输2.3% 他拉回来了10% 当然因为美国是间接选举 所以输了2.3% 他还当选 可是他可以从落后13% 到最后搬回来的原因就是 他打同性婚姻 然后打什么 年轻人不要 我不要你 Latino 少数民族 黑人我也不要 所以我的证件就是 我不让任何人再进入我的边境 在美墨要盖一个万里长城 大家人尽皆知 为了这件事情 就是他盖围墙 跟参众两院 几乎闹翻 所以我相信 他才 川普是一个破场6次 离婚4次的 根本不在乎所谓道德形象 他一定是用川普的打法 所以我希望 不管国民党民进党 都要注意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打的话 你们有什么对策